嗨 大家好 我是白本宮 白本宮是我 那這一個呢 是我第一次拍的 叫做愛用品分享 我是不知道是會拍成什麼樣啦 但是就是想說有好用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第一個是這個是印尼的銀多拌炒麵 那這個好吃的程度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但是沒想到是我去年才發現它的嗎 就發現它真的是 欸 便宜又好吃耶 就是它是算是一個拌麵嘛 然後你可以再加自己喜歡的就是菜啊 肉啊 哇 就變成是一個超級好吃的麵 然後呢 我前幾天去全年的時候大掃 或大概買了六七包回來吃 真的是最近非常愛的拌麵 推薦給大家 第二個是 它沒有什麼特殊的啦 只是因為之前在Seven有吃到它黃金 黃金海帶絲是台樹蔬菜的 那這一個是我吃的第二罐 那 又吃到一半 它就是那種黃金的那種海帶芽 對 我是覺得它配什麼都很好吃 因為我早上會吃那個蔥抓餅煎 對 蔥抓餅那一類的東西 然後就是沾著當那個 小菜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泡麵啊我也會加 還有其他的泡麵我也會加 還有可能就是生菜沙拉 太無聊吃東西的時候我就會加它 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它一大罐這個也是在全年買的才 好像兩百多塊而已 很推很好吃 OK 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的保養品的東西了 上次要跟大家說這個 保拉甄選2%水洋酸精華液的很好的用處 那因為之前我是用在臉上 那用在臉上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那時候看那個丹妮表姐說 那個水洋酸有個作用是除臭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有一天絕對要來跟他們看 然後呢我忘記是我去哪裡了 就是要跟人家見面聚會之類的 我想說平常都有點困擾 然後就是臭臭的這樣子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有那個 呃無臭的關係 然後我上去看那個 調查是說那個有有耳朵的人 他就是會有一點味道這樣 然後反正呢就是我很大困擾 如果用過很多產品都沒什麼用這樣 然後呢他就是看那個丹妮表姐說可以用這個 那這個在那個康氏美買的好像是1000多出頭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洗完澡正常的灌洗完畢嘛 我就倒在手上就是這邊拍這邊拍 欸我跟你講不開玩笑 我就連回到家已經是流了一整天的汗喔 就是這個天氣嘛六七月什麼熱到爆 然後狂流汗這樣 然後呢我就這樣子 欸居然是沒有味道的喔 超級好用的喔 沒想到他真的是超有效 我真的是找到這個之後呢 每一次出門呢我都會記得要用這個 因為就是呢不要有不好的味道 再加上因為呢我本人會噴香水嘛 所以呢就是你先除味再有新的味道 才不會就是香跟臭混合的那種怪怪的味道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使用這個 水氧酸精華液 對 那因為我就是想說我不用每天都可以 就是不用除就是每天都除臭 就是重要場合的時候在除臭這樣 就非常之好用 真的大推特推那一種 OK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兩罐香水 那這一罐香水是我去年買的 然後就是你看 已經快被我噴光了耶 我真的是非常愛這個 這個是MiuMiu的這個牌子的香水 那 它噴起來 它噴起來就是有一種 剛洗完澡的帶有一點花香的 造香味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它是被我譽為是 無論是一年四季 然後去上班也可以噴 去聚會也可以噴 然後出門玩也可以噴 這個味道完全 完全都不搶味 甚至連兔子 我的好朋友兔子 好閨蜜兔子 它呢是完全不能接受香水味道的人 我就拿這一罐給他問看 我說你覺得這一罐的味道怎麼樣 他說這一罐是非常OK的 所以呢是從 他說很OK之後呢 我噴之後它也不會打噴嚏 或者是什麼 就有點顧名體質也可以接受 那個味道 它就是 不會很 就是 對我說的香水裡面 它算是淡的 然後造香味 花香味的那一種 我非常愛它 然後它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我絕對會再補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然後原本我以為它的價格是兩千多 結果後來發現去查是一千多 我是在那個1976這個網站上面買的 它裡面是裝的賣香水的一間店這樣 對 艾雷呢 這個我也是在1976買的 它是那個 它是Byredo這個牌子的 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無人之敬 那原本我要買Byredo這個牌子 是想要買那個 帆普桂這也是 應該是第一名最紅的 然後無人之敬也是前三名 應該是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噴起來怎麼那麼像玫瑰 我就去查 沒想到它的英文 它叫我跟你說 Ross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玫瑰味啊 可是它的玫瑰味又非常的不一般 因為正常來說啦 你知道它噴玫瑰味呢 像我那個 Depri這一隻就是比較偏甜的 應該就是大眾所知道的玫瑰味 但它這個玫瑰味呢 跟那個Depri都不一樣 然後跟Lalevody也不一樣 它是比較偏 就是有一種 比較高 我覺得算是高級一點的那一種 香水味 然後它的玫瑰味不會是 很厭的 很濃的 很粉的那一種玫瑰味 因為我其實蠻害怕這種玫瑰味 所以早期我買香水的時候 都沒有買玫瑰味 然後它就是有一種 很難形容耶 反正它不是用大馬式玫瑰味 它是用土耳 好像是土耳其玫瑰還是埃及玫瑰 然後所以就導致說它的玫瑰味 可能就是跟人家的玫瑰味比較不一樣嘛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這個玫瑰味的 對 然後這個無人之敬呢 就是如果小罐的用完 我應該會買它的大塊 因為這個味道我本人是非常愛的 就是一個非常簡短的愛用品開箱 大家有看的習慣嗎 反正就是 因為我本人就是很少用一些新品啊 什麼的 然後如果要空空想 頂多也可能就一兩個 因為我就是很少用完空空想 對 那第一次拍這個愛用品開箱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就是有點簡陋齁 我希望我越拍越好 但那愛用品應該 我 最近用的產品就比較少 我可能半年一年才分享一次這樣 好 那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愛用品分享 就這樣結束囉 掰掰